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这球梁在抗议啊 他认为目前会对他有犯规 卡龙 好球后点 打门 门前挡了一下赵博 把球拿到了 海港的防守局员都回到进区之内了 来个球 把球扔进去 投球摆回来后点 弗兰克 没打着啊这球 这个球怎么能没打着 这叫轮空了是吧 是 这个球怎么能没打着 没有 他身边也没有后卫对吧 对啊这不应该啊 能上门 质量还可以 远端奥斯卡叉 哎呀这个球传的 乌雷 乌雷 进来左脚打门 哎呀这个球是左脚 一个低平球后脚啊 是最好的选择 点不错啊 吕文君甩头攻门抢到了这个点 吕文君是从越位的位置迂回回来 对 抢到了这个投球 好球推进进区 弗兰克并不越位 传门前 哎呦门前一通混战当中 简光泰的解围把球留在了界内 然后沐谢奎差点又抓到机会 买提江 好球 过来了 乌雷好球领过来 乌雷打门 球机一比零 这是乌雷的能力 这是乌雷的投球回座 两个人之间的配合 反向 直接一个纵向的身后 而且球速不快 乌雷的插上时机很好 没有约位 这两个人打透了对方 这条防线上纵向的三四个人 而且乌雷这个球连停带领 非常非常舒服 其实这种球就是看第一停 如果一旦停的舒服 后半人是根本追不上的 中场的这个组织 没法加强的话 准备起百度 反击没过去 这下过来了 三打一的机会 三打一的机会 要助攻还是要得分 要助攻给到空门 五雷二雷 这个球 赵江队正在自己纠结这个清风 到底是打长的还是打短的的时候 给了上海港一次轻松无比的反击机会 这个是赵江队的长传球啊 还是深度不够 这个打到目前回这个位置 分得不错奥斯卡 中间两个点三对三 小龙 奥斯卡外脚被传过来 又是乌磊 哎呀一个横点啊 这个球乌磊没打见 乌磊今天帽子戏法近在咫尺 没抓住 浪费时间抢 高迪传起来门前 又机会出现了 好像是高迪的进球 门前的抢点的 东宇应该没有碰到 高迪把球直接传进了大门 还有大概一两分钟的时间啊 这个比赛的悬念突然又回来了 哦 没了 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吹响 这样浙江队呢 新赛季前三个主场都没有能够获胜 今天又是1比2输给了上海海港